Danny 恭喜你先啦 Danny 你們得到這個獎項 我想問一下 可不可以簡單一點 跟觀眾分享一下你的得獎感受 很高興 其實我今天是代表的老闆 Charles 梁先生 梁先生 今天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套餐 因為有一個中東很重要的客人 我們在談談 因為我們現在的專注是 中東市場 所以我們都代表的老闆 多謝大會 多謝大家 對於很認可 我們的努力 這兩年 謝謝大家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見到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會想創業 都會有這個想做初創的心 其實你會不會說 有什麼建議可以給年輕人 讓他們容易成功 或者多一些機會 最主要我覺得 他是要清楚的定位 比如說他喜歡什麼 他專長於什麼 至少要問清楚自己知道這件事 再減自己適合做的東西 這樣就比較容易起步 最後可以跟觀眾分享一句 對你人生的座右銘 或者有什麼成功之道 或者有什麼成功之道 其實 坦不上這麼大 你座右銘 其實就是 一路過來 我們公司 我們團隊 大家合作都很愉快 最主要腳踏實地 一步一步腳印 慢慢走 始終機會都會 來之前做學準備 就是這樣走 這樣走 就這樣走 就這樣走 感谢观看